哎呀 哎呀 哎 哎 你看看 不用我们管 管那闲事呢 得为人 哎呀 你看见了我爸 有人管 哎呀 我现在才明白 安静就是幸福 哎呀 爸 我跟你说点别的事啊 啥 我大姐夫 是不是让物业给撸了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啊 到大门口站岗去了 谁说的 我刚才啊 我刚才开车 从咱小区进门 我就看见我大姐夫 哎 那熊样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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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看这干嘛 物业的怎么能管这事啊 我就摇下窗户来 我想问问他怎么了这是 没停啊 他不让我停 走 走 快走 熊样 你看准了是李大姐夫 怎么不是他 他我还能不认 他怎么能把大门去呢 后来我打听了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咱们小区啊 前两天搬过来一个业主 那业主啊伪张停车 把车就停在咱们小区路中间了 我大姐夫管闲事你说 啊 你得好好跟人说呀 他不 他找好几个人啊 把人车卡抬起来哭通 扔河里了 扔河里干嘛 他有那么大劲吗 他扔路边了 那你哭通一下干啥呀 不是 车主人家不依不饶啊 人家愣说把那车砸坏了 就是发他让他看大门去了 那处理有点狠 什么 姐姐姐 就这家 拉斩电闸的物业就住这儿 你确定 确定 姓范 这家老爸 别熟 有人吗 有活着的吗 你来找活人哪 还能喘两口气的算不 我不愿搭理你 小土豆 咕噜过来 我家伙 我还挺有名的我 哎 怎么着 你们家是不是有人在物业上班啊 对啊 怎么着 你家是姓范吧 姓范啊 怎么了 是你家老大吧 我找范老大 你范老大是我哥 死四十多年了 没没没 再找 爸 这肯定不是找你大哥的 是找谁啊 是找我大姐夫的 我大姐夫不就在物业吗 他肯定把人又得罪了 你说这人 我问问他啊 你问问问 大姐 不是 你不是 不是 美女 美女啊 你找范老大有事啊 他拉我们家店长 拉 拉你们家 楼上装修那是你们家啊 是啊 怎么了 他把你们家店闸拉了 是啊 活该 拉对了 拉晚了 老爷子 你这可是在计划矛盾的 谁计划矛盾 没有没有没有 你们家天天扰名 你不知道 我说什么了 来来来来 美女 我我我我跟我爸说啊 没事没事啊 爸呀 爸 干嘛呀你 我大姐夫把他们小群人都得罪得差不多了 咱就别再替他得罪了 就这种人呐 得罪就得罪吧 这 为了让老百姓睡好觉 当领导的 就得赶作为 好了 小爷子 你这是在护犊子你知道吗 哎 我就护了 我就护犊子了 好犊子就得护 哎 小爷子 好了好了 大爸爸爸爸你去睡 好了好了好了 大姐你消消气 爸 你你趁这会儿 哎 没没生 你睡会儿啊 哎呦 大姐你别生气 范老大呢 啊 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大姐你招什么急啊 我爸他岁数大了啊 呃对不住啊 来你坐会儿坐会儿 坐会儿 你让我坐我就坐呀 你算老几啊 我老二 我犯老二 哈哈哈哈 我不是我教老二 我教老大 你把犯老大给我叫住他 行行 街坊邻居的 低头部剑抬头剑的 是不是 来来来来 哎呀 哎呀 街坊邻居们 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楼上光修 吵着你们了 是不是 放心 咋我给他拉了 这回清静了吧 行了 睡觉吧 哎呀 我回来了 哎 你怎么现在回来了 这都几点了 我还不回来呀 不是 你去加个班 这都几点了 我还加班呀 你别 我 哎呦 家里面有客人啊 对 这是我发小 快快快快 小土豆 一边咕噜咕噜 这个时候回来 你就是范老大吧 什么 什么范老大呀 好汉做事好汉当啊 是不是你拉的我们家店长 哦 楼上装修那就是你们家呀 我还正要找你的 这都几点了你们家还装修我 扰民了不知道吗 我跟你说啊 你家这店长我拉的 范老大我帮我 哎哎哎 行行行行行行 我跟你说 这事教我啊 不用不用 干嘛呀你呀 我都听说了 你都让人家给罚下来 都看大门去了 你拉人什么店闸呀 等会儿等会儿 你看大门的 你不是物业的 我是物业的 啊对 他以前是物业 这不是前两天啊 一车主伪装停车 他也是好心 找俩人给人抬 抬一边去了 等会儿 咕咕咕咕咕 怎么了哟 哦原来抬我车的是你呀 哦那违规那车主就是你呀 我找你好几天了 你找我干啥呀 你凭什么抬我车呀 凭啥你咋停车呀 啊那不让停车 你不知道吗 你那车一停后边 十几辆车出不去 我只能抬你那车 出不去你找我呀 我咋找你 我找不着你呀 找不着不着打电话吗 我打你这电话三次了 你都不接 陌生号码我能接吗 万一是诈骗电话呢 那我就只能抬你的车 抬我车我就告你 你告我我也得抬你的车 你凭什么拉我们家电闸 这都几点了你还装修我 你扰名了我就得拉你家找 扰名了你不知道告诉我吗 我找不着你呀 找不着不着打电话吗 我打啥电话你都没接 我身后把我能接吗 万一是诈骗电话呢 那我就只能拉你家电闸 那我就扰你 你告我我也得拉你家电闸 看什么这样 你都看大门了你还拉电闸 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你不管我啥动物我就管你这个耗子 你骂人 我还告诉你啊我跟你说 我就这样知道吗 以后你要是扰名的话 我还得拉你家长 以后你要是违规停车 我还得抬 我就拉我就抬 我抬了抬抬抬抬抬 你能咋的 你看你长得这个破骨 实在你就欠锤 我告诉你啊 我上面有人 我现在就打电话告你 你告我去 告我咋的 我都已经看大门了 你还能把我咋的 看大门 我让你明天擦大门 别别别别 别别别 哎呀 你少说两句 别别别 别打别打别打 哎呀 大姐啊 你对我们家的情况可能不太了解 她老婆就是擦大门的 不是 你再告她 你让她也擦大门去 有一个大门 她两口子擦 是不是有点挤啊 不是大姐 你别告了 你给我个面子 行不行 算了 你哪来的面子 你算老挤啊 我老二啊 我犯老二 没你的事你别管 不是 大姐这样 哎 我我去 我去给你电闸 给你吹上去 你有电闸钥匙吗 我没有啊 你给我 给我我不就有了吗 我有我不给你 你什么态度啊 我信犯的我告诉你啊 你今天不把电闸给我吹上去 就跟你没玩 没玩啥呀 你不就是告诉我吗 你告诉我 我跟你说 你到哪儿告诉我 我都不怕 我有理我就是不怕 我还这么跟你说吧 你别说让我擦小区大门口了 你就让我擦小区公共厕所 敢打招我还打招 你不你违规我就抬 你老名我就拉 我拉拉拉拉 你拉拉 你能打的呀 哎呀 行了 我说的 你瞧瞧去 我这 我这 你干嘛呀 你这是 平常在家里 一句话都没有 你跟人家 怎么这么多话呀 还抬抬抬抬抬抬抬 拉拉拉拉 你闹肚子呀你 我告诉你 他可不是吹牛 人家上边真有人 你怎么就看着大门 你不知道啊你 啊 大姐 大姐 你听我的啊 这事算了 气死我了 啊 这事算了 我必须得告他我 不是 我我跟你说 他就这么个直性的人 他得罪人多了 没人能管得了 你还找人 你找的谁呀 我说出来我吓死你俩 那谁呀 赵刚子 你找谁呀 赵刚子 哎呀我的妈呀 你上面认识人是赵刚子呀 怕了吧 哎呀你是找赵刚子 把我罚到大门口去的是吗 吓死了吧 哎呀吓死宝宝了 等会儿 等会儿等会儿 哎 大姐我问问你 你认识赵刚子呀 何止认识啊 哦那你跟 你跟这赵刚子什么关系啊 童年知己知道吗 哦哦哦 这我可得问问啊 哎他是不是以前追过你啊 什么叫以前呢 哦 现在还追你呢 腿脚比过去还利索呢 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哦哦 哦爸爸 哎哎 爸爸你得出来了 这事这局面完全失控了啊 哎呀 这我 这我没想到啊这个 怎么了 他俩有关系 我听见了 听见了吧 你信了 我信呢 咋能干得出来呀 滚犊子 挺有力度啊 哼 赵刚子都挺你的啊 我可听说了 赵刚子这人不好办事 除了他老丈人话 一般人话他都不听 他老丈人跟我也不是外人的 那他老丈人跟你啥关系啊 他是我干爹 你以后巴虾能不能看着点本啊 说话能不能有点准啊 你知道她是谁吗 我就是赵刚子 我就是他老丈人 干女儿 那你是 我是老二 我是范老二 我跟他们没关系 行啊 你们一家人合着伙调理我 是不是 我打电话啊我 你打电话咋的 你不就是上面找人告我吗 你告气 我告诉你 你告得太好了 我在这物业干了十几年了 我一直没生 你这一告我 领导找我谈话了 说我工作认真负责 小区的业主 给我写了十几封表扬信 说了从今天开始 提升我为公司副经理了 好 哎呦 好啊 而且领导还说了 以后咱们小区八个大门 全给我管 对了 就你说擦大门那活也归我管 关我什么事 我 我告你干嘛呀 我告装修公司 我这活不让他干了 哎呀 成功了 这清静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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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谁呀 我告诉你啊 啊 我们家装修的活 不让你们公司干了 哎 怎么了这是啊 为什么呀 你不是说什么 啊 你们家物业有人 啊 装修时间你说的算 想几点干就几点干 现在我们家电闸都被人拉了 出大事儿 你人呢 不是我 我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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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儿信号不好 爸 我出去接啊 喂 喂 先出一份 再走啊